本港疫情再次爆發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認為 源頭是來自國泰基組人員 沒有遵守嚴格的防控規定 政府也有責任加強規管 導致傳播源頭 他又說各方要做好防疫工作 就會通關有望 譚耀宗出席本台節目時事大破解時說 原單時活動多 市民在防疫上鬆懈 面對疫情突然爆發 通關無望 心情變差 他說今次疫情的源頭 是來自國泰航空的基組人員 他又認為如果本地機師不足夠 內地可以提供航機和機師協助 他去到那邊 如果他不守規矩 不是留在酒店或者沒有外出的話 分分鐘夜到 夜到回來 回來他就可以四處走 那就出事了 雖然特首已經鬧鬼 給國泰公司的負責人 但是你責成他 我也覺得是一個方面 但是還要怎樣去監督 你不可以放任給他說 他自己的私人企業 讓他處理 我覺得不行的 含越宗說 雖然中央很想香港有限度 盡快通關 但目前較為困難 他相信 如果本港能夠嚴格控制基組人員 食肆緊守防疫措施 市民提高警覺 本地感染個案盡快清零 通關就可以有望 你自己都搞不定 加上這幾天 深圳也有幾單 是 我見到 內地有些地方當然嚴重 例如西安、天津 內地也有這種情況 所以通關的問題一定要熱喉 沒辦法 對於政府收緊防疫措施14天 譚耀宗說 政府要考慮如何幫相關行業度過連關 希望加大力度資助 甚至動用部分盈餘來協助 鳳凰衛視記者劉浩進報導